美国财政部5月30日宣布制裁17个参与在国际上销售生产非法药品的设备的个人和实体 其中包括中国的7家实体和6名个人 一家墨西哥实体和3名个人 财政部表示 这些受到制裁的实体与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用于将合法药品的假冒商标 印在非法生产的药丸上的压碗机 模具和其他设备的销售 这些通常含有芬太尼的药丸频繁地被运往美国市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 这是拜登政府通过破坏全球非法芬太尼供应链来拯救生命的全政府行动的一部分 该行动针对的是从事非法活动的个人与实体 而不是特定国家 他还提到 迄今为止 拜登政府已为2000多万美国人的康复提供了支持 加强了与世界各地执法部门的伙伴关系 以瓦解和摧毁跨国犯罪组织 并通过麻醉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奖励计划 发布了总额超过7500万美元的30多项悬赏 以获得有助于将非法芬太尼贩运者省之以法的信息 为了应对合成毒品的威胁 美国务院正在动员一个全球联盟 加强国际参与并推动创新性的行动 据国会山报5月30日的报道 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已经超过或即将超过1万亿美元 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现在背负着1万美元信用卡债务 这两项数据均已创纪录 据美联储的数据 美国信用卡债务为9860亿美元 两年内增加了2500亿美元 个人理财网站WalletHub在2022年底的报告则指出 美国信用卡债务已达1.2万亿美元 以新信用卡的平均利率24%和每月250美元的还款额计算 全美家庭需要到2030年才能还清债务 同时还款总额超过2.03万亿美元 是实际支出的两倍多 美联储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创纪录的高通胀已削弱美国家庭的财务安全感 美联储前所未有的加息 导致信用卡债务在2022年第四季度增加了860亿美元 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 据NBC News 5月30日的报道 警方说一名14岁的少年近日被南卡罗莱纳州的一家便利店的老板 开枪击中被捕身亡 该店老板错误地指控其入店行界 58岁的瑞克州已被捕 他被指控谋杀了少年塞勒斯·卡马克·伯顿 南卡里奇莱县警长莱昂·洛特表示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该少年偷了东西 伯顿在事发当日晚上进入这家便利店 随后他和周周的儿子发生了争执 但没有透露导致争执的具体细节 洛特还补充说 最终伯顿离开了便利店跑了出去 周拿着一把手枪和他的儿子一起追赶伯顿 周随后向正在逃跑的伯顿的背部开枪 警方后来在伯顿的尸体旁找到了一把枪 洛特称 即使伯顿真的从便利店里偷了东西 店主也不至于开枪 案发后 有一群人聚集在便利店外抗议 并对该店进行了抢劫与破坏 根据警长办公室的一份报告 调查确定此次枪击事件不是出于偏见 因为受害少年是非裔 周是亚裔 Chat GPT开发者OpenAI CEO Altman Google Deepman CEO 哈萨比斯等350多位科技主管与AI科学家联合签署声明警告 AI的快速发展对人类造成的风险 堪比核武冲突与全球传染病 可能灭绝人类 旧金山非盈利组织AI安全中心发布的简短声明指出 缓解来自AI的灭绝风险 以及其他全球传染病与核战等社会规模的风险 应该是全球的优先药物 目前 欧洲议员正在推动欧洲人工智能法案 美国也正在探索立法规范 奥特曼5月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时 呼吁以许可证的形式规范 今年3月时 特斯拉CEO马斯克和其他1000多位研究员 与科技主管联名呼吁 暂停开发先进AI系统6个月 以暂停这场军备竞赛 不过 这封信的做法遭到批评 其他研究人员也不认同这件建议 AI安全中心表示 这次以简短声明陈述 是想避免歧见 la couplek强烈 点声明辨 什么 圣内 暂停 时间 还烂门